巴比·奥本海默在全世界轰动 买两张票看两片的巴本海默 奥宾海默运动芳心慰爱 但竟出现拿巴比与核爆殉壮的网络迷因 日本人不爽了 我也想起黑泽民的八月狂想曲 美国核武对平民大屠杀 台湾人又该如何看待呢 过去台湾的主流论述都说 日本人被美国丢两颗原子弹最有应得 但我看了不少相关纪录片后 很难理解美国所谓 以此避免日本跟美国军人走遇碎之类的更大灾难 小时候我也觉得 日本卡通为什么那么奇怪 结局总要来个宛如核爆的殉壮云大爆炸 其实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记得我小时候看科学小飞侠 日语 科学忍者队时 恶魔党被科学小飞侠打败后 不管是自爆或被爆 都会出现一朵大大的殉壮云 这些被爆炸的都是恶魔党 当然小孩子也不会同情这些死难者 随着年岁增长 美国那套使用核武是为了终止战争的悖论 让全世界核武扩散 以色列在美国秘密扶持下有了核武 并且奥 英 美三国军事联盟AUKUS 又把核子潜艇扩散到南半球 还把可携带80枚核弹头的核子潜艇停靠韩国 反正美国人八成这样想 美国人对非美国人使用核武就必然正确 由于美式文化 美国价值的强势 又加上日本过去作为侵略国 大家也没看到受害者被援爆的惨状 所以在日本以外地区同情日本的人并不多 台湾素来作为美国价值的输出地 也几乎全盘接收美国那套 原爆只战论 但这些年来 包括苏贞昌在内的政客 也强调台湾当年被轰炸的惨况 例如苏贞昌当年听到韩国瑜唱夜席 就想起美军对岗山大轰炸 可见台湾人也慢慢能理解 战争以人民为目标并不正当 但台湾人仍然始终并没有 真正站在日本原爆受害者那边 谴责美国人的无差别大屠杀 苏贞昌当年听到韩国瑜唱夜席 就想起美军对岗山大轰炸 其实没搞清楚 不管是韩国瑜的副职辈 或在中国的中华民国 都无能进行对台湾大轰炸 包括飞机 炸弹乃至作战计划 也轮不到中国人作为主要参与者 但若以此作为起点 或许台湾人至少能明白 与平民受害者同一阵线才是对的 基于此 美国对于长期广岛平民的原爆 当然是战争罪性 以此作为网络迷因 也是一种抹杀被害者的暴性 就像当年日本对于重庆大轰炸 许多台湾人 以马英九参观相关画作制作的 网络迷因图一样 都非常没有同理心 击反人类 我个人对于日本被原爆的看法 随着年纪渐长而改变 十几年前看到一则新闻 台湾有一位唯一幸存的原爆 受害者 医师王文奇 他在受害64年后 终于获得日本政府的补偿 自由时报的报道提到 原子弹的核爆中心 就在医院后方 方圆500公尺内 无人能幸存 就算是住在距离原爆中心15公里远的王文奇 多位台湾学弟 薄瓜林中凤 戴怀德 苏百林等人 没有任何外伤 却在半个多月后 陆续因辐射感染而易易死亡 王文奇的生还被认为是其中的奇 据其描述 昭和20年 1945年 8月9日上午 27岁 才从长崎医科大学毕业的王文奇 正在长崎医院妇产科内看诊 突然之间 眼前闪过一道刺目红光 那间就失去知觉 醒来时 只见四周满之里破碎的残尸 与熊熊大火的断圆残壁 他腹伤半走半爬 逃到附近浅山 因体力不支而昏厥 索性 三位曾被他医治的病患路过 将他摇醒后 扶至山脚下 遇到文迅赶来寻找他的台湾学弟 林自雄 将他送到台湾学长 康家印医师诊所急救 半年后 他恢复行动力后 带着妻儿搭船返台 回到嘉义市故乡 虽然很多人都有辐射后遗症 但当年92岁的他 仍耳聪慕名 记忆力惊人 唯一的后遗症 就是出国通关时会议底 检测器总会发出BB声 请问 这些如同王文奇的一般人 美国用原子弹炸他们 对终止战争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也不懂 为什么现在台湾 要美化二战时期 台湾人的战争犯罪 例如 陈千五恋女犯的故事 可以被千奇百怪的演绎 好像台湾人猎捕女性 作为未安妇的背后 还有什么不得已 或与被害者 相濡以沫 恋女犯这个词汇 不就是一个认罪自博了吗 台湾当年作为 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 与加害者 不能作为一所预言中的蝙蝠 像蔡英文 李登辉一样 在日本人面前 就日台战士皆为同袍 生死与共 融入同单 然后又在台湾大潭被轰炸 平民被害与从军 台湾人岂能混 唯一谈 最后回到巴比 奥本海默 与黑泽民的八月狂响曲 我看了不少巴比 奥本海默相关讨论 其实 巴比原本跟这个原爆迷音 是八杆子打布着的 但巴比电影官方 Twitter账号 曾经回应网路上的一张 八本海默图片 还补上一句 It's going to be some marital remember 那显然背后的意识 就非常不堪入目了 我谈过 美国为了核试验 曾在1946至1958年 在马绍尔群岛 实施67次核试验 核试后 比基尼环郊不再适宜居住 岛上原住民 被迫迁徙与改变原有生活方式 就是美国人 对当地人的种族灭绝 而自由时报报导 2021年的228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对核试受害者表示哀悼 并向马绍尔群岛的人们 表达了敬意 称美国赞扬 马绍尔人民的历史 和当前贡献 这些贡献 有助于促进 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人又如何看待此事 报导说 广岛县核报受害者团体 协议会理事长 核报受害者 左九尖邦彦 76岁 愤怒表示 美国队突然被夺走 日常生活的民众 说成对人类的协作 森龙春子82岁 也指责称 或许想说 没有遗忘受害 但在受害者看来是欺瞒 这则是台湾人在跟风八本海末 Barbin Hammer时应该想到的 最后 简短谈谈 黑泽民的八月狂想曲 黑泽民的八月狂想曲 最后一幕 是饰演老妇人的村籁性子 在雨中出走 口中喊着 原子弹来了 爆炸了 提醒着电影外的日本人 勿忘原爆 如果被原爆的日本人无辜 Joyus Robert Oppenheimer那句 我成了死神 世界的毁灭者 不也是美国使用核武的战争责任吗 Blackjack 2023年8月3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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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